今天9月19号2021年 这是能源经第151个讲次 请看经文243月第1行 如成浊水 助于静气 静身不动 沙土自沉 清水现前 名为初浮 课程烦恼 去泥纯水 名为涌断 根本无名 名像精纯 一切变相 不为烦恼 结合涅槃 清净妙得 怎么样可以把浊水 变成成性的水呢 这个是 佛教我们要怎么样去修行 现在把浊水 放在一个静止的容器里面 都不要去动它 静静的这个沙 它就会沉淀下去 就会陷出来 清净的水 这个叫做 出浮 课程烦恼 课跟程 是坏来的 这是初步的 辅助一些烦恼 可是当你又摇它水面的时候 这个沙土 它又起来了 又会变成浊水 所以这个方法 并不究竟 什么叫做永断呢 要把里面的沙土 拿出来 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沙土了 所以都是清净的水 所以 可以把我们的根本无名 可以把它断掉 什么叫根本无名呢 就是我们最初那一念的 一念不绝 这个时候 外面再怎么变动 你都不会起烦恼了 这样子呢 这个清净的水面 就是符合我们的 涅槃的清净妙德 涅槃是不生不灭的 是很寂静的 很平等的 这个妙德 第二意志 如等必欲 发菩提心 于菩萨秤 生大勇猛 决定弃捐 诸有为相 佛告诉我们 你要出发心的时候 有两个决定的意理 以前讲的是第一个意理 这里现在记得讲 第二个意理 就是决定要怎么做 是决定的意义 我们要发菩提心 这个必欲 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 你没有发心 你就没有目标 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 我们要行菩萨秤 菩萨秤是什么呢 菩萨秤是大秤法 是大勇猛的 是勇猛精进的 是我们众生的依靠 像学生文法 不度众生的小秤法的 可以回小向大 学菩萨秤 小秤法 它是着相的 这个大秤法的菩萨秤 它是 无违法 什么叫无违法呢 没有自私的我在里面 没有自私的我去比较 去分别 这个是大秤法的 无违法 无违法 是没有像的 应当审详 烦恼根本 此无始来 发业论生 谁做 谁受 佛跟我们讲 你要仔细的去观察 你去想一想思维 我们的烦恼根本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如果不晓得 烦恼根本 从什么地方来 你怎么去解决 这个烦恼 怎么去让这个烦恼 把他扶住 这个烦恼呢 就是无明 是我们无始以来的 因为一念不绝 生无明 有造的业 业我们的业果 然后 才能 拿出来 我们要在什么地方 轮回 寿生 该 受什么样的报 你寿命有多长 还是你在这个 寿命里面 该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所做的 业果 而拉出来受报的 这个受报 谁受 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受 阿难 你要先发心 你要依照 佛讲的方法 你要去做 去反省自己 哪里做不好 一步一步的 往下走 这个佛 他不是说出来的 他是正出来的 一步一步去走 去实行 是正出来的 所以 你要去观察 想想看 这个烦恼 的根本 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 烦恼 在什么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 去降服 这些烦恼 这些六根 六成 还有我们的四大 还有的五欲 这些都是 虚妄的 为什么是虚妄 因为你没有 好好的利用它 所以就变成虚妄 其实 我们的四大 五欲 六根 六成 本来都是 如来藏性的 是很极净的 这个颠倒 就是指的是无明 因为有无明 还有烦恼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烦恼 在什么地方 就知道 你的颠倒 在什么地方 你还可以 相服 你的烦恼 才可以 发心 能够一步一步的 正到 如来的果位 阿难 辱观世间 解节之人 不见所结 云和之解 不闻虚空 被辱挥裂 何以故 空无形象 无解解故 佛又跟我们讲 你看看世间人 他要解 解 你如果不晓得 这个解在什么地方 看不到这个解 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把解解出来吗 是不可以的 佛说 你有听说 这个虚空 可以被你 把它 破坏掉吗 没有的 虚空 它是没有形象的 所以你没办法 去破坏它 既然没有形象 你看不到它 当然是没有解 要只解开它 你看一看 我们看得到的 眼耳鼻舌身意 心是意的意思 这个是六根 这个六根是贼眉 为什么称为眼耳鼻舌身意 是贼眉呢 贼眉是 接应的人 我们的六事就是贼 那贼你要去抢人家的家产 抢人家的财宝 你中间需要有一个接应的人 这个六根就是接应的人 我们从无始以来 这是一念不绝的时候 开始以来 因为一念不绝 生无名 它有了因缘法的产生 有了因缘法 就我们就先有了世界 怎么样的世界呢 我们可以赖以生存的世界 有植物啊 有地水火风 还有空气等等 因为一念不绝 生无名 还有了世间相续 还有众生相续 这种相续呢 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 我们都把我们自己的四大色身 还有我们的六根 我们都当成自己的是真正的我 把它当成是真我 把原来的妙觉明性 把它局限在这个六根 这个身体里面的 我们也把外面的地水火风空的 还有这些六成 这个外面的法 把它当成真正的法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执着 我们自己的身体为石油 也执着外面的那些外层 它是真正的法 所以我们就不能超越 我们世界上面的轮回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